大家都關心仲佳案 那我看那個報紙 這個3月2號 陳昌文的理事務所 也投這個 投書媒體 說什麼這個立法院對 行政機關審議個案 所做的決議 僅有建議性質 所以對行政機關 好像沒有A事例 所以行政機關不疑 基於立法院無機勢力的決議 而暫緩個案的審議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投書內容 我知道有這個投書 你知道嗎 那我要請問你 那現在就等於理事務所 李立 陳昌文 大家都知道很好的 他投出這個 什麼政策部你我不知道 但是他既然公然的來挑戰 立法院的這種前衛性 那我要在這裡請問這個部長 那立法院決議對行政機關 是不是有A事例 你認為呢 我的解讀 我對於這個 你先告訴我 先告訴我這個部分 立法院的決議 對行政機關 有沒有A事例 有 院會的決議 對行政機關 是有拘束力的 這是我的了解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如果今天 我們經濟委員會 如果決議通過經濟部 我們的這個投審會 暫緩審議 鍾佳安 你會不會接受 這個 因為這個委員會跟院會不一樣 那麼我是希望院會能夠有決議 這樣我們便於遵守 原來是這樣子 我想我早在三個月前 我也就曾經在這裡提醒你 我說鍾佳這個案 這樣跟你算成的這個時間點 就好 就剛好是要在520之前 就會 好像這個時間點你們就會決定 但是這樣子好像不宜喔 對不對 但是今天聽你 好像是 這個投審會 就一定要把它審過 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聽你 聽你現在說的是這個意思 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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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像你說 我們這個委員會 今天的決議 好像又沒有所謂的 這個約束力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我在總質詢的時候 我也跟那個 跟 在回答 在總質詢的時候 我也回答問題 也是這樣說 如果院會 有決議的話 我們一定遵照院會的決定 來執行 部長 我想演傳 這個 這個 他的 這個股權裡面 是有政府 這個 的一個政黨投資 所以 當然廣旦 三法裡面 這個 規定很清楚 所以他基本上 他是 不可能 直接 去投資 中家 所以今天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 現在這個 這個 中家的主權 事實上現在 這個 呃 演傳 是買他的這個 債錢 那其實 NCC 副主委 其實你們 你們讓 讓這個案 通過 都最大的理由 是說什麼 蛤 是說 實質影響力 是不是 是認為就是NCC 認為 買中家的這個 債錢 對中家 沒有實質的影響力 你們的講法 是這樣子 是不是 沒錯吧 他債權不可以有實質影響力 蛤 對嘛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這樣 這樣不通 這種講法通嗎 你認得這種講法通嗎 蛤 這種講法通嗎 這個 有限電視法制說 不可以有任何股權 債錢 是不是也要出資 他債權 但是 債錢也是要出資嘛 沒有錯吧 那債錢以後 是不是可以轉換為股權 那當法律改變了之後 他需要 所以說這個 每個社會都沒辦法接受 一間公司700億 你出100億 鄧部長出50億 這個500億 去找找 現在人家 幫你買債錢 過了 這個債錢 這個主公司 就實質上就是對於 這個中家就有影響力了 不是嗎 那你們現在告訴我們說 這個沒有實質影響力 這樣不通 他不可以進入董事會 莫名其妙 今天我們坦白講 我也必須要在這裡釐清 現在 不管是中家 這個不管是 這個演傳也好 或者是未來 類似這種情形 有可能任何財產都會喔 所以今天我不認為說 我們是在針對演傳 但是 我是認為 像這一種 買債錢 來轉換股錢的 這種這麼爭議的一個 投資案 事實上難道你們 不是要審慎處理嗎 而且鄧部長 今天我要告訴你 我想 中家的這種 這個 這個買債錢 轉換股錢 這個案我們已經 在多久之前 就已經告訴你 就跟你說 會來注意喔 那不通決定的喔 你們我看 我看 我看 就是一定會在520之前 一定要讓它通過 我看不管是公平會 不管NCC 不管你現在 最後一關的這個經濟部 投審會 我在看 就是一定要過 對不對 沒有 沒有這個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 你講一下 我們照我們的 權責事項來處理 什麼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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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獨立機關 行政單位 沒錯嘛 現在這個行政單位 現在在520之前 你們現階段 算不算是看守內閣 那看守內閣 好啦 說你過度內閣也好 需要 需要處理這麼爭議的案件嗎 要不要 要這樣處理不可嗎 如果這個案 如果比較聰明的人 神主義國民黨比較聰明 說等下 新政務機 也是燙手三義 你咧 你們難道不會這樣做嗎 蛤 報委員 你們會在你們手中把它 這樣處理不可以 這樣人不會對你們有什麼 循環嗎 報委員 不會嗎 這樣不好啦 你們一定要把它承擔起來嗎 報委員 你們真的要勇於承擔嗎 不是啦 報委員 我也是在那裡純粹 我也是要做事情 但是你說 是不是把這個案子 案件相關的事項 澄清好 我要很清楚告訴你 如果今天 我們這個委員會 如果在做任何決議 你們一定要強行通過 這個 這個我告訴你 新政府生日後 這個一定會好好的 跟你們算帳的喔 你要注意喔 我想 這個部分你要承擔很多的責任的喔 我了解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這個 中加的這個債錢喔 事實上在購買過程中 也有很多的爭議 我相信你都很清楚 但今天 你們一定要齁 這個把它通過 這就是我覺得很奇怪 這件事啦 好 不過我要在這裡再一次的 告訴NCC啦 副主委 其實喔 我告訴你 當然 你看看最近 最近這個 台灣數位匯流發展協會有這個民調 你有沒有看到 2月份的這個民調 有67%的民眾是擔心 中國會藉由台灣 這個台商 來回台 來詬病媒體 這個670%的這個民調的所謂 這是很高的喔 為什麼會這樣怕 你知道NN吧 為什麼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吧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 台灣的民眾 會這樣子的恐懼台商 這個回到台灣來詬病媒體 你了不了解NN 不太了解 你怎麼會不太了解 你怎麼做NCC的副主委 你太不負責任了咧 大家都很清楚吧 中國 當然要被套過台商 來買媒體 來控制台灣的媒體 來跟我們台灣人說話 不是這樣子嗎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 我要現在要告訴你就是說 像烈士 旺旺集團 就已經發生這件事情 你們也沒有好好的把關了啦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說的意思啦 就是宗家案 事實上你們已經失職了啦 你們也沒有好好的把關啦 今天我也要在這裡很清楚告訴你 現在跟你說什麼 啊不好啦 你們就兩手一攤 我們就要卸任 我們就要下台啊 你隨便你怎麼說 但是我坦白講啦 我是誰的這樣都不宜 事實上現在 這個媒體 是台灣民族 最珍貴的一塊啦 大家都希望它的公正性 它的獨立性啦 但是事實上我們現在為什麼要讓NCC是一個獨立機關 是希望NCC不要有政治立場 不要有政治色彩 但是看到這幾年來 NCC處理的任何一件事情 沒有政治立場嗎 沒有政治色彩嗎 所以這一點是我們覺得非常難夠 最後一點我要在這裡請教這個部長 那個NCC負責 柏林 我請教你 這個 這個 大陸海協會的陳德民 說 這個 兩岸貨貿協議已經談完了 你有聽到這句話吧 我知道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談完是什麼 談完的意思是什麼 談完的意思是 是不是這個 貨貿協議 就已經 你們已經兩邊都簽了 沒有 那沒有談完是什麼 那你說明一下 為什麼 談完的意思是 陳德民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我們這個陳會長是什麼意思 不過 我可以在這邊非常清楚的跟您報告 協議還沒有達成 沒有任何 沒有簽署任何文件 他講談完 談完就是已經你們兩兆算翻 都已經有達成共識 所以才有談完 那個 報告委員 這裡我也很清楚跟您報告 所以我不清楚他什麼意思 但是我在這邊跟您報告的 我們沒有同意內容 雙方沒有達成協議 雙方沒有簽署任何文件 好 好 我想我今天也要問清楚 如果說你們真的已經談好了 那麼兩張雙方已經有共識了 甚至於都已經簽署文本了 那事實上你要趕緊告訴一個立法人 當然 不能再向黑箱作為 我想 後帽的這個協議 談到什麼程度 你是不是在這裡說明一下 談到什麼程度 談到什麼程度 我們在選舉之前做過一次 小規模的技術性諮商 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他們 我們大體上 他說 這個就是他能給我們最好 大概是那個樣子 我們說不夠 我們在中小企業的項目 我們要多要 我們在面板 汽車 實化 你能不能再具體講一下 談到什麼程度 你這樣講就比較抽象 還有差距 我沒有辦法 你說中小企業 我們說中小企業 還有一些零件 我們希望他能夠加到那個降稅的項目裡面 他還沒有同意 好 面板 我們希望他降稅的幅度能夠更大 他沒有同意 好 實化產品 我們希望他能夠多增加幾個項目 好 能夠降稅 他也沒有答應 所以談到這裡為止 所以還有很多的類別 對 的一個 這個關稅問題 都還是在機器在車廂當中 所以還沒有 這個共識 沒有 也還沒有談完 沒有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謝謝我們 陳明文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張立善 張委員 主席請我們鄧部長 好 請鄧部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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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